小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,他的工作非常忙。每天早上六点,他就起床,匆匆吃完早餐,然后去上班。晚上,他常常要加班到很晚,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。 小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,他的工作非常忙。每天早上六点,他就起床,匆匆吃完早餐,然后去上班。晚上,他常常要加班到很晚,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。 小张有一个温柔的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女儿。因为工作太忙,小张很少有时间陪家人。他的妻子每天照顾家里,接送女儿上学放学,但他希望小张能多陪陪他们。 有一天,小张的女儿在学校表演舞蹈,他希望爸爸能来看她的表演。 小张答应了女儿,小张答应了女儿,但那天工作太多,他不得不加班,最后没能去看女儿的表演。 女儿很失望,妻子也很生气。 有一天,小张的女儿在学校表演舞蹈,他希望爸爸能来看她的表演。 小张答应了女儿,但那天工作太多,他不得不加班,最后没能去看女儿的表演。 女儿很失望,妻子也很生气。 那天晚上,小张回到家,看到女儿难过的样子,他心里很难过。 他知道自己忽略了家人,于是决定改变。 他和老板谈了谈,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陪家人。 那天晚上,小张回到家,看到女儿难过的样子,他心里很难过。 他知道自己忽略了家人,于是决定改变。 他和老板谈了谈,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陪家人。 现在,小张每天都会早点下班,周末也不在家班。 他和家人一起吃晚饭,周末带女儿去公园玩。 小张发现,虽然工作重要,但家人更重要。 小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,他的工作非常忙。 每天早上六点,他就起床,匆匆吃完早餐,然后去上班。 晚上,他常常要加班到很晚,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。 小张有一个温柔的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女儿。 因为工作太忙,小张很少有时间陪家人。 他的妻子每天照顾家里,接送女儿上学放学,但他希望小张能多陪陪他们。 有一天,小张的女儿在学校表演舞蹈,他希望爸爸能来看她表演。 小张答应了女儿,但那天工作太多,他不得不加班, 最后没能去看女儿的表演。 女儿很失望,妻子也很生气。 那天晚上,小张回到家,看到女儿难过的样子,他心里很难过。 他知道自己忽略了家人,于是决定改变。 他和老板谈了谈,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陪家人。 现在,小张每天都会早点下班,周末也不再加班。 他和家人一起吃晚饭,周末带女儿去公园玩。 小张发现,虽然工作重要,但家人更重要。